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一段简短的影片里 我们来跟大家讲课本15之3 也就是Foreor Integral 的部分 那我们会先跟大家讲 就是Foreor 会跟大家讲Foreor Cosine 和Foreor Sin Integral 然后最后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Foreor Integral 的 Complex Form 那这些东西的话 是要准备在下一节 15之4 跟大家介绍Foreor Transform 然后会利用Foreor Transform 来解片维生方程 那当然就是Foreor Transform 应用远远的 比只有在解片维生方程上还要大 那在很多地方都会利用到 那不过的话 我们因为 在这门课主要 目的是要准备 评维生方程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花太多时间 在Foreor Integral Foreor Transform 那不过还是请大家 有机会的话 自己去找一些参考资料 那我们可以在 网路上再跟大家补充 那Foreor Integral 的话 事实上是从Foreor Series 来的啦 那 所以各位如果对Foreor Series 不太熟的话 那也要想办法回去稍微翻一下 所以呢 我们首先 来看看说 我们是如何从Foreor Series 然后去得到Foreor Integral 那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函数F 然后它是定义在-P到P这个区间的话 那对应它的Foreor Series 它是F of x 等于2P分之1 F of t Vt 加 P分之1 然后Subvention 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说 这每一项是在干嘛 嗨 NICE 不要被现在我现在我现在写到这个T 不要被它迷惑啦 它只是一个积分的时候拿来用的变数 所以再帮大家回忆一下什么是Foreor Series呢 就是说我有一个F 然后它Define一张-P到P 所以假设这是-P 这是P的话 然后我有一个函数 这样 那希望大家都记得说 Foreor Series的话 就是说我们想要把这个形状呢 表示成 比如说我只画那个 这个画的方向不对 比如说我只画sin就好了 不要画 因为你看 基本上就是说我把F of x 拆成 这是cos p分之mπx 所以这是x的 在x头上的cos的周期性函数 然后这是sin的周期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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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画 那我先画 只画sin就好了 所以你看 在这里的话 sinP分之mπx 然后呢 我们的n是从1到无穷大 所以n n等于1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fundamental period 那n等于2的时候呢 它的周期就会 缩小一半 然后n等于3 这样一直下去 所以我是要把这个形状 表示成这些周期性函数 那当然还有前面有一个常数项 所以有一个就是 这个是dc term 就是 一个背景值嘛 你可以这样想 那我们之前在算 4 year series 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说 诶 这个等号一定可以成立 就是说 只要我这个相次够多的话 因为它是到无穷多嘛 就是n到无穷多 所以就是说 这是fundamental period 然后接下来 它的period 就以它 就1分之1 1分之1 1分之1 或者是它的frequency 就是 这个的frequency 是f的话 2f3f4f 它是要无穷高的frequency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通通合起来的话 我就可以 用这些周期性的函数 组成上面的形状 那所以呢 既然我们知道说 我们一定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事实上 4 year series 在求的就是说 诶 这每一个 就是说 要乘以多少 它前面的系数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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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系数是多少 这些周期性的形状 乘上多少的正符 那我把它加起来 才可以加回原来的形状 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正符怎么求 那也就是 之前讲了一大堆啊 像说它们有 Orthagno 什么的特性 诶 这里应该是sign 不好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诶 这个等号一定会成立 我们只是要去找它 每一个周期性的函数 它所占多少的话 那它的正符 其实就是 比如说我想要找 对应cos p分之mπx 这一项 它的正符的话 我只要把cos p分之mπx 去跟原来的函数 fofx做内积 那内积的话 其实我们定义 就是这两个函数相乘 从-p 那我们这里改成 t的话 你看foft cosp分之mπd 只是要让大家 不要把这个 跟后面 cosp分之mπx 搞混而已 所以这里其实就是 我们在找 对应每一项的系数 那所以 这是我们的 Forea integral Forea series 那就是说 它表示出来的函数 就是在-p到p 这个区间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定义的函数 表示出来 那不过你也知道说 这个加出来的结果 在这个区间外 它做出来的形状 其实会 就是一直重复嘛 因为这些函数都是 轴型性 一直重复 那我们现在 所以就是记得说 那我们 我们 事实上说 我们Forea series 表示出来的东西 这个形状 会是以 2p为周期 一直重复下去 那我们在这里呢 先做一个 小变化 就是说 我们去定 alpha n 等于 等于 p分之 n pi 然后我们定义 delta alpha 等于 alpha n 加1 减alpha n 也就是 p分之 n 加1 乘以pi 减p分之 n 乘以pi 那我们就会得到 它是 p分之 pi 那我们这样子定 这两个变数以后呢 我们可以上面的式子 改写成 f 等于 2pi 分之一 然后记得哦 前面这一项 这一项 我们在找的是 dc term的系数 那 就是dc term的 要乘多少 那其实也就是 把f 跟 e相乘 就是f 跟e 这个函数做内积 所以相乘 不平 没什么 那 做了这个代换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式子 改写成 delta alpha 所以这只是我们把 变数稍微代换一下而已 所以我们把上面的式子都在看到 我们把上面的式子都在看到 那是我们把上面的式子都在看到 我们把上面的式子都在看到 DELTA ALPHA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记得Forex series表示出来的函数 其实会是一个周期性函数 可是呢,我们现在假设说 我们的函数它不是周期性函数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函数它其实不是周期性 那什么叫做不是周期性的函数呢 你可以想像说,比如说它就是这样 它这个函数就长这样 那我希望说,我这些周期性的东西 叠加出来的东西就跟它一模一样 所以之前我们用Forex series 其实它一叠的时候 反正它有fundamental frequency 然后这样叠出来的东西 反正就会这样周期下去 可是我们现在假设说 我们要表示 我希望我这些东西叠起来以后 加起来以后的形状就是这样 非周期性 那我们要考虑的状况是什么 我们可以假设说 那现在其实就是说 这一个我们要表示的函数 Fofx 它的周期 其实是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所以它就没有周期性了 因为本来我们是从负P到P 那这样表示出来的东西 会有周期性 可是如果我们把interval -P到P这个interval 去把它伸展 然后我们让P 趋近于无穷大 那我们让P趋近于无穷大的话 那我们刚定的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呢 就变成我们的deltaα 会趋近于顶 因为deltaα 我们刚定义是P分之π 那现在如果P趋近于无穷大的话 我们deltaα 就会趋近于顶 那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刚刚的这个式子 会变成 首先 它如果是-P到P 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1分之1 然后0到无穷大 没有第一项就不见了 等一下 首先你看如果deltaα趋近于0的话 那这一项deltaα趋近于0 第一项就不见了 然后我们来看 就只剩下后面这两项 那后面这两项的话呢 它是π分之1 然后呢 本来我们是做subvention 然后n从1到无穷大 然后呢 subvention的间隔是deltaα 就是deltaα 可是呢 可是呢 现在deltaα趋近于0 所以呢 这个subvention就变成 integral 那也就是说 这subvention变integral 所以我们从0到无穷大做integral 然后呢 中间这一项一样 只是呢 我现在的p 它本来是-p到p 现在变成 因为p趋近于无穷大 它就变成-无穷大到无穷大 然后f of t 还是一样 然后cos of alpha t t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 cos 本来是从cos of alpha nt 所以它是 alpha n 会有间隔嘛 就是alpha n alpha n加1 alpha n加2 它们之间的间隔是deltaα 可是呢 现在我们在做这个subvention的时候呢 我们的alpha 本来是有间隔的 然后它的间隔是deltaalpha 可是我现在deltaalpha 变成趋近于0了 因为我的p趋近于无穷大 所以本来我是 只要拿等距离的alpha 来加就好 来做这个subvention就好 可是呢 因为现在alpha之间的距离变成无穷小 就是所有的alpha我都需要 所以就会从alpha n 变成所有的alpha我都需要 然后这个alpha n也变成alpha x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还是可以用周期性的函数 去把原来的 把这个非周期的形状加出来 可是原来在它是周期性的时候 我只需要特定的 就是特定的周期 或是特定频率的函数 就是以它的fundamental frequency的 一倍两倍三倍 可是呢 我现在如果要做出这个非周期的话 我可能就是需要 中间奇奇怪怪的频率的东西 我都需要 可是那些东西通通是周期性 也就是我还是可以用cos alpha x 那种sinesolido function 去把这个非周期的函数 去把它组出来 可是呢 我现在 以前我只需要特定的alpha n 也就是特定的这些频率 可是呢 我现在所有的频率都要了 所以变成说 你看我们现在是对alpha 本来是把不同的alpha 去把它加起来嘛 做summension 可是我现在delta alpha 变得无穷小 那我现在delta alpha 变得无穷小以后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它画出来 画在 呃 我们把它画平谱的话 比如说呢 我们的frequent 我们要把这个 如果是周期性的信号 表示出来的话 我本来需要f1 本来它的frontamental frequency 如果是f0的话 我本来是2f0 3f0 然后乘上它们 对应的正符 我就可以把原来的信号表示出来 可是呢 因为现在我把这个period 弄得无穷大 那我把period 弄得无穷大以后呢 我的alphaN之间的距离 就变得无穷米 所以就说 这些频率成分 我们都需要了 可是记得就是说 每一个频率成分 它都是对应一个周期性信号 所以我们需要这一大堆 所有你想得到的 所有频率成分 去把它合起来 那我们才可以做出 这个非周期性信号 那因此就是说 一开始 我们是对 离散的频率 去做summension 那到这里的话 变成说 我们要对 对那个 连续的频率 然后去做一个积分 那积分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有sign 跟cos 所以我们把它写到后面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变成 对所有的alpha去积分 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不规则的东西 把不规则的东西 用cos cos of alpha x 跟sin of alpha x 这些都是周期性的东西 去把它组出来 可是呢 我需要 所有的alpha 从0到无穷大 所有的alpha 然后 对应的cos alpha x 跟sin alpha x 才可以把这个不规则的形状 组合出来 那 那 他们对应 就是说 那我先如果知道我的alpha是什么 那 对应这一项cos of alpha x 的系数 是这样找 其实跟之前一样 就是我把cos 我想要知道 对应cos of alpha x 这一项的系数 那我就把cos of alpha x 就是 那个alpha 然后去跟 f of x 两个去做内积 那我们在这里做内积的时候 一样也是两个相成 不过现在因为period是无穷大 所以我就从负穷大 击到无穷大 所以你看到这个 嗯 式子比较迷惑 它其实指的就是我把f of x 用cos of alpha x 跟sin of alpha x 去叠叠叠叠叠出来 那 所以我这个中括号指的是 是我把它叠起来的时候 对应内向的系数 那外面的这个积分 表示说我要 把所有的alpha 从0到无穷大 把所有的alpha 通通都加起来 所以就是说我用所有 用0到无穷大 所有可能的频率 对应的周期性函数 然后我把正确的系数找出来后 那我把它加起来 就可以重组原来那个 非周期性的形状 所以就是说这样最后这个折 最后我们写出来的这个式子呢 就叫做4rear integral of f on the integral 然后 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所以你看我们就从4rear series 得到了4rear integral 那我们最后呢正式的 来定义一下 我们就把下面整个 好丢着 所以我们定义 Fourier Integral 所以假设你有一个function defined 负无穷大到无穷大的话 F 可以用Fourier Integral表示出来 所以A 就是对应cos 前面的系数 然后 B 就是对应sin 这个周期性函数前面的系数 然后我们把周期性函数乘上它对应的系数 然后周期性函数乘上它对应的系数 然后 对所有可能的alpha 就是所有可能的频率 我们去从零到无穷大做积分 所以这就是Fourier Interval 所以我们既然这个像我们之前做Fourier Series一样 我们知道我可以把一个非洲籍性函数 Function defined 这个区间 然后F 我一定可以这样写出来 那就像Fourier Series 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把对应的系数找出来 那我们在做Fourier Integral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A of Alpha 跟B of Alpha找出来 那我们从刚刚的推导 我们就知道A of Alpha 其实就是我把F of X 跟Cosine of Alpha X相乘 然后对alpha积分 从负无穷大 1到5穷大 那B of Alpha 那原来Fourier Series你的零内向 现在在积分里面就零这一项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Fourier Integral的定义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告诉一下 告诉大家一下它的那个 convergence的 条件 那时候我们让F 跟F' 是 是 Peacewise 是我们之前都讲过啦 Tenuous on every by night tenuous 然后 让F' 让F' 我们在攻速的时候对于这种 抽练条件什么 有时候就是稍微比较随便一点 F' 在负穷大到无穷大 的区间里呢 是绝对可以积分的 那 他们的 他们的 那他的Fourier Integral 的 收敛的状况 这跟之前一样 就是说 你看我们之前在讲Fourier F' 如果F' 中间有非连续的地方 可是呢我们拿来组合他的 周期性函数都是连续函数 那就是在 在那个F' 非连续的点的话 那我的Fourier 我这边是Fourier Integral 那他会收敛到哪里 他会收敛到 那如果在不连续的点的话 那我 这个 Fourier Integral 他的值会是什么呢 那我们这里就要讲说 他会收敛到 在 在非连续的点上 在 非连续的地方 我们的Fourier Series 会收敛到 从左边跑过来 跟右边跑过来 跟右边跑过来 那个非连续点的平均 就是Fx plus 加F of x minus 除以二 其中 F of x plus F of x minus F of x minus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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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嘛 我的F of x 假设他有一个断点 好这样 然后我的函数是这样 然后我知道说 我可以用Fourier Integral 去把它表示出来 可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做Fourier Integral的时候 这一些函数 它都是连续性的 所以其实它没有断点 我把它整个做积分 就是把它统统加起来 它根本不会有断点 所以就是说我这边算出来的值的话 在这个非连续的地方 那这个Fourier Integral做出来的值 会是在断点的平均 也就是说我从这边拿Limit 跟从右边拿Limit 它的Limit是这里 它的Limit是这里 然后我们 这个Fourier Integral 会收敛到 这两个点的平均 也就是会收敛到这个点 那我们最后呢 就来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给各位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来算一下 它的Fourier Integral的 representation 我们先来举个例子 然后 我们再跟大家讲说 Fourier sin 跟cos integral 那我们把这个Fourier integral 留下来 我们来举个例子 所以我们要找 Fourier integral Fourier integral representation of f of x x 等于 所以在x小于 x小于0的时候 等于0 然后0小于x小于2的时候等于1 x大于2的时候等于0 所以我们 所以是一个这样子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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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要就是做Fourier integral 那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我们就是算嘛 所以 a of alpha 會等於 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f of x 乘上 cos of alpha x b dx 這邊是 寫錯,這邊是 dx 那所以呢 所以 cos of alpha x 沒什麼 f of x 反正 就是在只有 0 到 2 之間有值 其他都是 0 所以就變成 0 積分到 2 然後他在 0 到 2 之間 f of x 都是 1 所以是 cos of alpha x dx 所以這個積分基礎 會得到 sin of 2 alpha 除以 alpha 然後 b of alpha 的話 會等於 一樣 alpha x dx 所以這個會是 0 到 2 sign of alpha x dx 所以呢 B出來的結果 會是 1 會是 1 減 1減 cos 2 alpha 除以 alpha 所以因此呢 他的 Fourier series Fourier integral 的 representation 就是我們把這個係數帶進來 所以這是對應 cos of alpha x 的係數 然後 對應 sin of alpha x 的係數 對應 sin of alpha x 的係數 然後 對應 sin of alpha x 的係數 可以變成這樣 可以變成這樣 所以呢 這就是他的所謂的 Fourier integral representation 可是呢 我們特別就是想要說 像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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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ier integral 的話 在 x 等於 1 的時候 所以比如說這是 x 等於 1 然後呢 我的 f of x 這個 Fourier integral 的 representation 它會 converges to f of 1 那我們都知道 f of 1 就是 1 f of 1 那為什麼 我們特別在意 就是說在 x 等於 1 的時候 所以我可以把 x 等於 1 帶到這個 Fourier integral 也就是 所以 x 等於 1 的話 那這個 cos of alpha 1-1 cos of 0 就是 1 所以就是 sin of alpha 除以 alpha e alpha 那 這裡有拍分之一 然後會等於 1 所以它會等於 這裡有 2 不好意思 就是 化解以後 這裡會有一個 2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 x 用 1 帶進去的話 這整項 會等於 1 所以這個積分的話 會等於 拍分之 2 那我們只是在這裡的話 你看像我們這裡 利用這個 Fourier integral 的收斂 然後它在這裡 這裡當然不是 discontinuity 可是它會收斂到你原來 表示的那個函數上 那 比如說 藉由這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積分 算出來 其實這個積分 不是很好算的 就是說 你找不到 alpha 分之 sin of alpha 它的 indefinite integral 所以不像我們之前 就是可以說 它的積分是什麼 然後直接把 0 跟 alpha 帶進去算 可是呢 我們利用這個 Fourier integral 可以把這個 特殊的積分算出來 這是題外化 欸 2 分之 π 我把它反過來 我沒有把它倒過來 我沒有把它倒過來 所以這只是舉一個例子 然後就是真的 純粹算一下說 某一個函數的 Fourier integral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Fourier sine 跟 Fourier cosine integral 其實這跟之前的 Fourier sine series 跟 Fourier cosine series 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函數 有 G函數 或偶函數的特性的話 那它們其中一項會不見嘛 那你的 Fourier integral裡面呢 就只剩下 sine 或 cosine 所以 我們來定義 Tourier Cosine 跟 Sine Integrals 所以如果 F 它是一個 Even function 所以如果 F 是一個偶函數的話 那 B of Alpha 會等於0 所以F如果是偶函數的話 那因為 Sine of Alpha 它是一個 G函數 所以兩個乘起來 是一個 G函數 所以 那個積分會變成0 那同樣的 如果F 是一個 G函數的話 它是G函數的話 那因為它是偶函數 然後我們把它兩個乘在一起 會變成G函數 然後從 所以 因此 我們就知道說 你有一個 偶函數 the Fourier integral of an even function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 even function 的話 那它的 Fourier integral 會是 the Fourier integral of an even function 那這也蠻合理的 因為cos 含數的話 反正它是偶含數 所以一個偶含數 那我們就用一大堆偶含數 去把它疊起來就好 所以就是 f of x 會等於 2 那當然因為它是偶含數 所以我積分只要從0積到無窮大就好 然後前面乘兩倍 a of alpha cos of alpha x d alpha 然後這個係數的話 就是這樣 那同樣的道理 所以 所以 如果你一開始有一個 奇函數的話 為什麼這裡寫了兩次音 我也不知道 and add function 在 在負無窮大 無窮大 無窮大 如果你有一個 odd function 的話 那它的 Foreal integral 是一個 Foreal sine integral 也就是 f of x 同樣的 可以等於 2分之2 0到無窮大 b of alpha 乘上sin of alpha x d alpha 那這也合理 剛剛講過就是說 這sin的話 它們反正是 基函數 那所以你有一個基函數 要用基函數去表示的話 那是合理的 就用基函數去疊 就可以疊出基函數 那對應的係數的話 這真的真的沒什麼 那我發現我有障礙就是說 我看到art 然後中文要講說它是基 有困難 我也不知道搞不好我常講錯 可是反正你心裡知道嘛 反正就是基函數我函數 然後even out 你清楚 所以我剛剛如果有講 講錯的地方 你就 聽聽就好 不過我們都知道它的原理嘛 就是 如果 如果是 你知道說如果是一個那個 even function 如果是out function的話 重複無窮到 無窮到一級會變成0 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那我們在這裡利用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even function 那 even function even function跟out function 乘起來就變成一個out function 那out function的積分就會變0 然後如果你的 function 一開始是一個out function的話 那out function跟一個even function 乘起來是一個out function 那你一積分起來就是0 所以它就會不見 同樣的就是說 你看 我如果 有一個even function 我要用一大堆 周期性函數 表示的話 那最好也是要 當然也是要用 even function去加 那我們也知道 cos 它是even function 那這邊sin的話 是out function 那我要拿來 表示out function的話 它當然是用out function最好 所以我們介紹了 Forea Integral 然後我們介紹了 Forea Cos 跟Sine Integral 然後我們最後呢 要來介紹一個 這一小 這一小 這個單元 最後一個 內容 就是它的complex form 複數形式 就像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個complex form Forea Series的complex form 這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從這開始 不過呢 我們就是把 A of Alpha 跟B of Alpha 都帶進去 那就是說現在我們為了 不要搞混啦 我把這個x都改成t 所以寫到這裡的話 是F of t 跟cos of alpha t 然後呢 我先 我把那個 對t的積分 先拿到外面 寫 沒關係嘛 所以乘上 cos of alpha x x 加 所以這是b 寫下來 sin of alpha t 乘上 sin of alpha x 然後 要對t積分 然後最後呢 我們再對alpha積分 然後這樣子一寫的話呢 然後這樣子一寫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裡面 用那個核插畫機 所以裡面可以寫成 所以裡面可以寫成 cos of alpha x 上 t 所以我們就是把中括號的地方 用核插畫機寫成這樣 然後在這裡呢 就是說因為 因為 這是一個 它是一個 even function of alpha 就是說這整項 這整個函數 或者是你只要看 口上面這樣 它對於alpha來說 是一個even function 它是一個 一個11分 alpha 那既然它是even function of alpha的話 我們對alpha的積分 本來是從0 積到無窮大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 從負無窮大 積到無窮大 那因為 它是even function 所以只要前面除以2就好 那本來我從0 積到無窮大 那因為它是一個 偶寒數 那所以我如果 從負無窮大 積到無窮大的話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 只變成兩倍而已 所以我前面除以2 就搞定 所以我就可以把 alpha的積分範圍 變成從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把這 對這整個積分 我們再加上一個新的積分 加 可是我們等一下再來解釋 就是為什麼可以加這個積分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加上這個積分呢 你看這是等號喔 本來這個等於這個 那我加上這裡 這個等號還要成立的話 那勢必這整項要等於0 那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我們發現說 這一項 它會是一個 odd function 那既然它是odd function of alpha 然後我們對alpha積分 從負無窮大機到無窮大 它自然會是0嘛 那為什麼我們要加這一項呢 因為如果我們把這一項跟這一項 合起來寫的話 就會看到一個 有趣的東西 也就是f of t 然後我們乘上 本來的cos這一項 然後 然後有現在都i sin一樣的這一項 然後d t d alpha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exponential of i alpha t-x 那因此呢 可以把這個整個寫成 二排頭之一 所以 f of t 去乘上 exponential i alpha t 然後我把 dt 拿進來 然後這裡的 exponential -i alpha x 然後移到 然後移到 我把這個寫在上面 所以它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你可以看成說 我把f of x 用exponential of i -i alpha x 然後去疊加 去積分的 就是說把所有可能的 alpha 帶進去 的exponential of -i alpha x 去合起來 要合出它原來的形狀 那對應每一個exponential of -i alpha x 的形式 像 它的係數 就是括號裡的 那它的係數怎麼求呢 其實是把原來想要表示的f of t 那跟它 可是在這裡的話 我們要去complex conjugate 所以就是把它跟它的complex conjugate 相乘 然後從無窮大 直到無窮大 那所以我們最後把它的complex form 寫出來的話 就是f of x 我可以把它用 exponential of -i alpha x 前面乘上對應的 係數 c of alpha 然後把所有的alpha加起來 去把所有的alpha合起來 這個積分來表示 那它的係數 c of alpha 就會是f of x 然後跟exponential of i alpha x 的complex conjugate 就可以相乘了 對x積分 所以這個邏輯跟前面一樣啊 就是說 因為這個exponential -i alpha x 它也是周期性的函數 我們就是要把它 用周期性的函數 去積分積出來 就是通通加起來的意思啊 那需要所有的alpha 所以就是-無窮大到無窮大的alpha 那我們知道這個等號可以成立 可是呢 那我們要找出對應 隨便一個alpha 它前面的係數 c of alpha 是多少的話 那就是這樣子就可以把它表示出來 所以這個是forear integral的complex form 那在我們下一張 15是4啊 下一節講那個 Forear transform的時候 這個又會跑出來 那以上就是對這個 Forear integral的介紹 那我們就是從那個 Forear series開始 然後我們把period拉到無窮大 得到了Forear integral 那中間看是 幾函數有函數 我們有Forear cosine 跟Forear sine 的integral 那最後的話 我們跟大家介紹這個 complex form 那這段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我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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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